原标题,不编纯异的引路人,76岁才愤然转行,后成为最伟大的女性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76岁的时候,你会在哪里? 是已经退休享受天人之乐?还是拿起话笔静坐田间描绘乡乡村风光? 或许你会说,76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临近衰竭除了安享往年不可能再有新的改变然而有这样一个人76岁才决定转行成功地将命运逆转这个人叫做安娜玛丽罗伯逊摩西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摩西奶奶摩西奶奶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画家她从76岁才开始做画蛋80多岁时就开个人画展100岁以后还画出了六幅新作品而在76岁 之前她的人生几乎与绘画无关摩西并不出生于艺术世家相反她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夫家庭中父母几乎与任何艺术都绝缘 然而她也只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因为父母皆是农民缺乏文化与知识 所以摩西奶奶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这毫不妨碍她的童年依然过得很快乐 摩西结婚之后她自己也生育了十个子女因为孩子众多摩西不得不辛勤地在农场上劳作以养育十个儿女 然而到了76岁时摩西不幸地患上了关节炎医生说不能再下地劳作而这个在田园里耕耘了大半辈子的人 在得到不能再踏足田园的禁令之后竟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异常虚无 生病期间的摩西心情十分低落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说她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一定点用处似乎是个废人了 因为心情低落所以定情迟迟不见好转而你们为了母亲的病情 希望母亲以新的方式重访她曾经用生命热爱过的田园 而就在重访田园的想法产生后摩西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绘画 可是从未接受过专业艺术培训的摩西能否胜任绘画这个行业呢 而你们思量之后决定尊重老人的意见 不为化作流芳百事只为让摩西的一生不再留有一看 毕竟摩西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无疑是非常合格地 将自己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 而在人生的末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活一次 下定决定的摩西与世来来了画笔和画版 凭借着自己多年来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决定 把田园的美好统统诉诸于画笔 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摩西 不知道什么叫做系统与专业 但是她知道什么叫做自然与美好 摩西不懂教科书里规定的苹果究竟应该是哪一种颜色 但是她知道自己亲手种下的苹果树会结出怎样的苹果 她知道苹果的重量颜色甜度 她知道该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获而这些 恰恰是那些教科书里所缺少的 摩西也不懂什么叫做艺术的派别 即便是毕加索也对她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她只知道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去做画 完全不在意周围任何人的目光 她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这块农场 她有资格说自己才是描绘这个农场最好的画家 摩西奶奶的话因为灵巧生动在乡下引起了小范围的骚动 于是她的女儿将她的画作带到了镇上的店里展出 女儿已开始不过是抱着尝试的想法 并不指望自己母亲的画作回大卖 却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一个男人看到了摩西奶奶的画作之后 惊畏天人 当时就买光了店里所有的画作 事实证明当一个人的实力到达顶峰的时候 盛名缭绕不过是请客间的事情 很快媒体就蜂拥到了这个小镇上 电视台也报道了摩西奶奶的事迹 而这个一贯生活在贫穷乡下农场的七十多岁的奶奶 竟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刻 随后摩西奶奶引发全球浪潮 整个美国都为摩西奶奶疯狂打call 1949年 领取杜鲁门总统颁发的女性全国新闻俱乐部讲 1952年 出版自传摩西奶奶 我的生活的历史1953年 登上时代杂志封面1960年 登上生活杂志封面1969年 美国邮政发行纪念摩西奶奶的邮票 摩西奶奶76岁转行当画家的事迹鼓舞了许多年轻人 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叫做春水上行的日本人 1960年春水上行给100岁的摩西奶奶写信问该不该放弃外科医生这工作 摩西奶奶回了一段话 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 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 后来这个叫春水上行的年轻人放弃了医生的工作 我毅然决然投身文学 多年以后摩西奶奶在偶然中得知当初 那个写信求助的日本人春水上行 就是后来封你全日本的著名作家 渡边纯一摩西奶奶在76岁愤然转行 这一行位激励了已经30岁的渡边纯一 而她在放弃医学投身文学之后 也成为了一名作家 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摩西奶奶的想法 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 摩西奶奶在100岁生日的时候说 随着年龄的日益增大紧迫感与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 我们无一幸免地被卷入残酷生活的空流 接受风吹雨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居从于琐碎日常生活的枯燥 放弃了未来的其他可能性 但投身于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时 的专注与成就感足以人色柴米油 原像促长这些琐碎日常生活带来的厌倦与枯燥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76岁是一个行将就幕的年纪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居服 这些凡事的禁锢 在76岁的高龄也能收获另外一番精彩 即便头发花白 内心也藏有18岁时 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于艺术和未来的渴望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中一棵树最佳的时间 一个是18年前 另一个就是现在你才20多岁 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你喜欢做的 只相信我上帝会高兴的帮你打开成功之门 开中一棵树最尖打开成功能 开中一棵树最后来对于你的冠券 就像开中一棵树最后一棵树最尖功能